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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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又问了 爸爸爸爸这个字念什么呀 我一看坏了 这字我不认识 什么字不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我是爸爸 我是爸爸 我爸爸就认识了 我说 这个字 你请熟悉吗 是吧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我马上告诉你 你印象不深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袭 好好去耳朵 这个字就念什么 比较好 比较好 这个字 你看你注意了没有 这个字它是两个部分不吵 哪两部分 一个左半部分 一个右半部分 左半部分是个言 言字边 右半部分是个想 享受的想 这是个针针教导的针指 一个言 一个想 也就是说呢 一个想 一个眼 但是你不能练成想言 还不能练言想呢 谁能练一个劲 练什么呢 你猜一猜 猜一猜 这个就念那个 哼嘛 哼 不一来说 哼哼教导 哼哼教导 就是这个字 哎呀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 简直太贴线了 谁教导人也不是说站在台上 大喊大叫 都是凑到跟你们小说 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哼哼哼教导 你解释啊 去到还是好的呢 有时我这儿子守着外人 他也出我洋相 你看那天 几个师傅来家串门 我还挺高兴的 留大伙喝点酒吧 送喝姓猴上 我儿子来了 爸爸爸爸 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 寄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 每日每时的都在产生的乞丐和白痴 爸爸什么叫白痴 哦 什么叫白痴 这孩子什么 白痴嘛 白痴 白痴 爸爸挣钱买东西 买了这么一桌 你跟这几个叔叔 你们就都算白痴了 这算不算白痴啊 我还一昨天 这几个师傅全乐了 我说 你看大伙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以后我到你们家 我也是白痴 也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 你守着外人 你就别问了 爸爸 这个盘子里头是笔布鱼吗 我说是 那笔布鱼的眼睛 为什么都长在一边 我心想是 他 为什么长一边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我马上告诉你 你印象不深 要提上自己开头脑机 好好想一想 这个笔布鱼的眼睛 为什么都长在一边 问你为什么长一边 他 长在一边 这所以叫笔布鱼啊 他长眼睛一边长一只 那就滑滑雨 这不废话 还是眼睛一拳抢一只的 那都是黄花鱼 爸爸 你的眼睛 为什么就一拳抢一只 爸爸 你的眼睛 为什么就一拳抢一只 爸爸不是黄花鱼变的 不是这个黄花鱼 黄花鱼是爸爸鱼变的 那个 爸爸 黄花 爸爸 哎 是黄花鱼 你那个胡说八道 这还是好的 有时候我想胡说 都不知道说什么 怎么呢 他老追着你屁股问呢 爸爸 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 是彩色的 穿山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 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哪是不一样 就是说浅像馆 什么叫浅像馆 浅像馆 为什么就能浅像呢 现在是不像是从哪来的 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 是也像飞碟一样 飞碟是叫UFO吗 UFO是英语吗 每个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 你爸爸你会说英语 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 我说我是英语 骨子儿白 你都别老叫 你说你一点都不同 我让孩子挤得到什么份上 我不怕各位笑话 我现在早上起来八点上班 六点半就得赶紧跑 晚上孩子不睡着了 我就不敢着家 他惹不起他 还躲不起 我懒得问他 他问个问题 你回答不上来 这孩子是真瞧不起你 是啊 你看上回 开家长座谈会 我看着孩子哼哄嘻嘻嘻 哼哄嘻嘻的意思 他不想让我去 我说是 我说家长会 家长会 我说当家长的不去谁去 对 我这一程他还不乐意了 就不让你去 就不让你去 你不会说话 你静下说 像上回开家长座谈会 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 你说的人叫什么呀 人家爸爸说 要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 你说那就得多吃肥肉 后来啊 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了个外号 什么外号啊 都叫你大傻貌 你说现在的孩子还了得了 给他爸爸起外号 叫什么叫大傻貌 你说傻的傻貌 还给我扣一貌 我怎么大傻貌 你说我傻吧你说 你先拿这个列车 说几个傻貌 孩子只是一种心情 对不对 我那天晚上我还没客气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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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别吓唬他好不好 我 是你爸爸不是 是 是 我今天晚上 打马路边上走 从你跟前路过 你还看我一眼 你不叫我 哦 这就是孩子的不对 他还有理呢 怎么叫你啊 怎么叫你啊 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 你坐在路灯底一些大铺 还贴了一脸白纸条 你光我没叫 珊珊也没叫 他爸爸呀 是啊 他爸爸脸上画了六个小网伯 哎呦 孩子啊 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 我一想孩子是大了 晚上 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 这么甜 我给他轻轻的椰了椰子一脚 嗯 什么 日记本 我孩子写日记本 哎呀 写的真将写 怎么写的 三月五日 行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 爸爸回答不上来 心里是多么难受啊 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懂好多好多事情 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那是多好孩子 我卡了个 我记得 我 我一看我爱人还睡得正香呢 可不我气坏了 我一把把他抓起来 我说姐 你还有功夫大吼 我 你哥在园界干嘛呀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甚至于当前加工的行驶 做了深入细致的姑娘做分析 大会极致认为 我 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 一期根源再来 八十年代的孩子们 知识爆炸 懂得太多 觉得太快 兴趣太广 求知欲太强 而我们作为父母 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情练 即使一个学习的问题 就严肃尽快地摆在我们老子的面前 即使在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老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 都背起来 我就不怕儿子问我 这方法行吗 哎呀感情这一套书布老嫂二十多本啊 没关系 我们俩有分多 他背一半我背一半 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 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军事文艺 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 归他所问到我背的内容 归我讲 呃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 食背做饭食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 走着到背坐车背打在床上 还是背一天到晚的嘴就不舔着 呃为什么北京车站的轰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 为什么耗子怕猫 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 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 为什么人要不停的喘气 为什么鼻子的大头促长促下 昨天的大头促上这是漏头 你说这帮人没事的严肅 你知道吗 精神可嘉 但是方法不得 那您的意思 从头学习 打好基础 英雄所见 我听您的 对 不要 报名上学 好 对 我首先报名 上小学 上小学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感觉重乱年代 九明五十 我要把时间跟星辰做快 可不是 我首先从小学四年级上去 四年级 跟你儿子还一般 不在一个学校 我在业校 等上了几天课 我才知道感觉四年级的功课也难制了 哎呀每天的作业期把我愁死了 明天学校也太残点了 明天晚上 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 他跪在那边椅子上 我呢跪在这边椅子上 我这么一看 嗯 诶 今儿子我们一边俩的作业期一模一样 嘿嘿嘿 好了 哎呀算了个乱七八糟 我也算不对 要不 我问问我儿子 那你问他不就完了吗 想不开嘴啊 哎呀哎呀 我又不学习嘛 为了学习不故事下来 对喽 老家问我们这道题怎么做 哎 这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 可把我气坏了 他说的什么 爸爸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是啊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我马上告诉你 你印象不深 这给我儿子慢慢搭话了 咽咽咽 让儿子给辅导作业 你揪人不揪人的 你配当爸爸吗 哎呦 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 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我就想真是照这样下去 我还配当爸爸吗 我好不容易睡着了 做了一个梦 撞下来 我就梦见二十年之后啊 我们家里不怎么进这么条规矩 不是说啊 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 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 一路的规矩 谁考上爸爸 谁当爸爸 他拿着吵架我这么一看 我这一道题不会 我当不了爸爸 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我这哇 我就哭出来了 我是越哭越伤心 越哭越难受 越哭越痛越哭 声越大 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催醒了 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 哭什么呀 你可记住了 我是你爸爸 你慢慢过孩子 你爸 你我眼睛 我眼睛 要哭了 我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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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 不要眼睛 我眼睛 你眼睛 报家门 吕宗宾 汉忠礼 何仙公 韩相子 曹国教 彩虎 等会 等会 别着急 铁拐礼 彩虎 等会 等会 就你这身盾没法打家伙 死了到我这份 我说铁拐礼 你那个拐呢 卖了 你没有拐你怎么回天宫复明啊 张国老 您先甭问我是拐 您那驴也卖了吧 对啊 还驴呢 别提驴了 我刚一进市区啊 就被交警给扣了 交警说我那个驴啊 伪器不合格 这个甭说了 诸位先 处位长 处位先人长 我等奉玉帝之命 深入人间体验生活一年期满 现在要回天宫复明 走 现在要回天宫复明 呃 先 呃 什么毛病 听你们这动静都不打算回去了 耶 那你们再给我一个说法 这个理由 还是得我先说 为什么 今年是狗年呐 狗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看家护院的多不容易啊 我特意写了一首歌送狗的歌 歌名就叫 让我一次爱个狗 有没有这首歌啊 听啊 狗狗狗 哦嘞哦嘞哦嘞 狗狗狗 哦嘞哦嘞哦嘞 您听听这狗多累啊 你 你比狗还累的 就这么一个歌叫爱个狗啊 你不过去蒙古过关 你还要好听呢 你们听着 老鼠 老鼠 小小分不清楚 狗拿 浩子 今年我最辛苦 辛苦 辛苦 今年我辛苦 你是很辛苦的 不是我辛苦 你是大辛苦 何辛苦 朱卫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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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再跟我回去啊 我也不能跟你回去了 喂 喂 呦 呦 既然我叫你们谁 谁都不跟我回去 嗯 那我就只好一个人 怎么着 留着陪你们了 好 我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都千家万户 宋吉尚 每当我看到我们的运动员 登上那最高的领奖台 五星红旗 冉冉升旗 郭哥奏响的时候 我的眼泪啊 牛哥 别说了 每当我遇到这份景象 我也是 潸然泪向 你当时怎么想 我就想啊 咱们哥俩 就是说一辈子相声 也没人给咱升国旗 奏国歌肉 所以我决心 从今天开始 我从事体育事业 我要拜我们在座的 金牌的运动员为师 牛哥 你认识这么些运动界的朋友 你给我介绍一位老师怎么样 前排这部就做的 都是金牌运动员啊 真的 你看你看小双 郭梁 郭令辉 邢尼 太多了 后边设计的 还有李队红 杨玲 你 关键是你喜欢哪 哪个项目 我好给你引荐呢 我呀 哪个项目 伙食好 应该说伙食都不错 你就给我找位老师 你给我定的怎么样 我给你 你真想拜师 我真想拜师 真心实意 真心实意的 好了我给你推荐一位 谁啊 我们的邓亚平 您就拜他一次 您好 我太激动了 邓亚平啊 一瞬眼就把亚军给平了 我一定向您学习 您带领的中国女性 但是他闪烁的是金光啊 邓老师 那个亚平啊 他是打乒乓球 对 你别这么说 实在对我一激动 您做吧 您做吧 我一激动把您搞什么项目 我都忘了 邓老师 敬爱的邓老师 您就收下我这个 不懂事的学生 我冯公有个最大的特点 我辞职以后 只要我认准的事 我绝不会改变的 哎呦 难得冯公有这么大的决心 那好了 那我今天呢 就主持你们这个师徒的拜师会 谢谢牛哥这名牵线人 好不好 谢谢 好 第一项 给老师献花 老师 谢谢你 第二项 给老师激光 邓老师 您就大胆的呵护我 好 让我们一起热烈的掌声 庆祝 庆贺邓亚平 喜收新地骨 谢谢 谢谢在座的各位领导航朋友们 从今天以后 我就是邓家军的人了 邓亚平 这是我们一代人的骄傲 每一杯金牌都是泪水和汗水铸造的 我跟亚平啊 深聊过几次 他就说了 付出的太多太多 但我还是幸运的 有多少人付出了却没有拿到金牌 你说什么 啊 付出了 有很多人还没拿到金牌 那我就别在你们这儿凑热闹 我跟你们乒乓球凑什么热闹 牛哥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项目 就是竞争的人不是很多 参加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还能拿金牌的 那就得是跳水了 好啊 跳水 啊 服鸣霞 哎呦 爆板跳台商量冠军 吴老师 吴老师 我要大声地说一句 我服您 吴老师 太好了 我就服您比赛的时候 您光想动作不想金牌 不像我似的 光想金牌不想动作 我请我改和不行吗 我金牌动作一块小 行吗 那怎么着 那还献花吗 我那花 那个小邓啊 你能分个一半给咱们服鸣老师吗 我拿一块 对不起 您给我扯不开了我 哎呦 那半还追您啊 谢谢您 那好 给老师献花 吴老师 我今后希望您多扶植我 扶植我这棵小苗 成为参天大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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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湾 请坐 牛哥 说句心理话 我就喜欢跳水 真的啊 最近天儿多热呀 我就是工作洗澡 我一跳龙了我 我先跳那热池子 我带去那老池子 上来之后我再蒸一封 舒服啊 你当时是判达的 像话我跟你说 这个跳水啊 胡家军了 我是 跳水是真美 但是你觉性不变了 是吧 不变 那我也给你透个底 他们这个跳水运动 是一个危险 气势不到高的 这个体育像 越是尖险越像 十米跳台啊 动作稍有不慎 这个头部就要磕在台子上 磕在板子上 然后横着 很危险 哪怕什么呢 为国争光嘛 不就是十米跳台下来 牛哥 有没有 就是那种 往上跳的 别往下 叼一下好不好 往上跳 哪边跳都行 只要我手里 它有点抓脑 它就行了 哦有抓脑 那那那行 体操 咱们李小双 这体操金牌活在这 李小双多好的名字 编名 假单眼皮 李小双 谢谢你李老师 您就收集我这个 不懂事的学生吧 种种最大的特点 就是持之以恒 他只要认准的事 那是 肯定我不 他已经变了三回了 李老师 那个 那个谁啊 还献花吗 那个小福啊 你给我来朵花行吗 我这又没有礼物了 我献给您 我希望我就像这朵花一样 只要一搁在您手里 我就含苞与饭了 那给老师击勾 您好 您 在下给您请安了 咱们的体操非常地美啊 那个动作矫健 多漂亮 好是好 但是就有一条 你必须有一个精神准备 我可不是吓唬您啊 你有个精神准备 这个体操这个项目 是危险系数最大 受伤这个频率最高 训练周期最长 运动寿命最短 又最受裁判制约的 这么一个项目 这项目还受裁判制约 所以说他受的裁判制约 完了完了完了 小双这样的小帅哥 裁判印象盆都给拉下来了 你看我这模式我能上去了吧 我连铁牌都拿不了 我牛哥 有没有不受裁判制约这项运动 那有啊 那个中场跑 哎 王军霞 王老师啊 五千米金牌活动者 我就拜您为师了 但是 他每天的训练那个强度太大了 几十公里啊 就是比赛也起码的好几十分钟 非常艰难 那就请您坐下吧 那个牛哥 不是我是说时间几秒钟之内 就拿到金牌的这个项目 您给我留一个好不好 不是几重啊 几重 战旭刚呢 战旭刚 小战旭刚 三破世界纪录 好战老师 但是啊 他这个在比赛的过程中 必须要控制体重 他体重要下去 降了多好吃的 就你这个 哎呀 你这馋的 你给我住嘴 小战 您坐下 小战 你怎么说话呢 难道我的卫人 你不知道吗 我风拱的卫人 只宁亏了朋友 不亏肚子啊 我 是不是 牛哥 你有没有那种 吃得越多 外来越大 货金牌 可能性越高的项目 哎呦 你还没说 真有 什么项目 七十二公斤以上的 柔道金牌 获得者 孙苏明 真大 孙老师 孙老师 我肯请您 收下我这个 不懂事的学生吧 对对 你也太不懂事了 冯总最大的特点 就是一时一变 你做好准备 一会儿还得变 您坐下吧 我绝不变了 真不变了 我绝不得变了 我跟你说呀 孙苏明这枚金牌 来之不易 它是集体的力量 大家的合作 真的 它是光是培练 就在十一二个 都是一百六十公斤的大胖子 真的 每天几百次的往地下 心摔呀 太好了 我小时候就爱玩摔胖子 我这次我一进国家调查胖子做培练 我这边一背口袋 那边一大背胯 我把俩胖子我摔成肉饼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那你给老师提供契法 您就答应我这个请求吧 您就是我的老师 好不好 好 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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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从今以后 我就是孙苏明的学生了 你们出门 对我客气点 不然我是收客 收客座 风果 你理解错了 孙苏明收起你 可不是让你当他的学生 那当什么呀 当陪练 对不对 你说 当陪练 真当陪练 你还改吗 还变吗 你也太狠了 我 我不变我 不变 我今天像苏子蓬表态 我逢宫 我绝不再变了 我回去好好说下 还不行吗 我说我不见了 不见了 你开的刀眼了 朋友们 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 毛驴专败工资的经理 欢迎欢迎欢迎 认识大家很高兴 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我们是个小台 经费不足 难赞助的 实在学话 需要做事通风律 我们不需要驴 光有欠 需要做事驴的欠 需要做事欠的欠 经理 我们把这个驴的事先放一放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哎呀 还去汇报 你是高颜了 怎么还挺安慰报 你汇吧 你汇报 我们这个晚会 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水明教室 怎么回事 你把俺的墨驴给俺掺过来 你会你的 这还牵着驴来的 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 准备请毛驴演唱 说您呀 你把他甩在店前干得上不动多事了吗 你解决会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 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你给他假扮料 他不就不交哄了吗 你会你的 另外还有牛群逢拱为大家表演一段 你这个倒霉孩子 你老酒猎儿都动妈呀 你解决会 喝着我说了半天 您没听 听了 你说得骂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衬 随着人们 喝水瓶的 教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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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话来 不许笑话呢 您请讲 俺就觉得现在的晚会 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蠢 什么什么之下 之求之懂 太俗了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蠢 那么一叫您的意思 不如叫冒率 去职业 他这个牛肉就想到了 不不不不 这个名字不能改 俺暂住了 暂住也不行 你签了你不能我提捋的事 也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不想了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用命说 跑车吧 把俺的捋车赶过来 干嘛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 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 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所广告 一只非常漂亮的唇膏 唇膏 就是口红啊 口红何令我关系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怎么说 哇 是毛驴牌吧 果真是毛驴牌 不同凡响 插用毛驴牌唇膏 可以使您 驴唇不对 马嘴 啊 哎呦太好了 行了 行了 要完了吗 这个啥时候还别定了 还有什么继续节目 有节目可不可以 老师说 毛驴唱主题歌 毛驴在音乐声中 音乐 毛驴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 从舞台的深处 偏偏的走来 哦 毛驴走 是在音乐声中 对 从舞台的深处 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啊 啊 毛驴骑着毛驴啊 太漂亮了 我想想啊 不对了 毛驴穿着小花袋 对了 踢着花头巾 踢着毛驴 啊 怪了毛驴改偷地雷了 我跟着 有意思 毛驴啊 是手持话筒 手持话筒 走向观众 毛驴是手持话筒 边走边唱 走向观众 走着走着呢 就觉得线不够差了 对 就刀啊 刀啊 刀着刀着 刀着一头驴来 哈哈 这个合理了 这个绝对不行 不行 不好意思啊 那给钱了 你给钱也不行 那刘你说啊 套车吧 不不不 我跟着 经理经理 虽然毛驴不能捣除驴了 但是我出主意 可以捣除一大活人类怎么样 哪不行 这不是别人 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电视上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 小分 毛驴专卖公司 总经理 矿户 相当于副科技 这样行 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做报告 最多 讲一句话 如果你们总经理 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 开谜 知道吧 开谜 咱们总经理一度的谜语 哪天说了个谜语 才拍了 三天散熟 我拍招 问你不方说什么 什么谜语 我们听听 原谈想透绿 另谈想透绿 是绿可使绿 就是不能弃 这是死绿 怎么呀 这个谜语 这叫什么玩意儿了 这 咱都给了 还有什么节目 这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赵忠祥 这是第一顶的西装 手持话筒 走向观众 赵忠祥也是收纳话筒 走向观众 走着走着 学着钱不够茬儿了 就刀啊 刀啊 刀着刀着一头绿来 不不不不 没有吧 赵忠祥 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没线 没线 那还刀不出来了 我跟你说 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 地形的地形魔术表演 魔术大便活人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赵本山 我台上放一箱子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 赵忠祥说 叮 打开箱子一看 赵本山没了 变出一头驴来 哎呀 这叫大便活驴啊 快好了 大便活人 活驴 活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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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活驴 你早这么说呢 俺就是由挣点驴皮去 还是个顺毛驴 还有挂肩膀 这样的节目好 你说说牛群蜂鼓 为大家表演向上 牛群蜂鼓 这民族的 收大话筒 走向观点 走着走着 觉得现不够成了 就刀啊 刀 还没刀弯呢 又刀出一头驴了是吧 谁说刀出一头驴了 你说的吗 谁说刀出一头驴了 那你这是刀出两头驴了 哎呦妈 俩人得刀出两头了 这绝对不行 像是这种形式啊 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就不能动了 要不说现在这像是就干不过消贫 没错 就是这个形式太责了 内行 你提像是两个人站着 嘴巴嘴巴说 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怎么改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 那边站着毛绿 太好了 哎第二天哥打保之痛好询问 该阁出现新奇想 又进又换了新大党 哈哈哈哈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 峰伴你们几个肯定提过他的驴 不是吧 你看着那不现实呢 不现实是意图知道吗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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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还是跟蜂拱说线上 但是说的那个内容 句句都离不开毛绿 什么 叫什么 骑驴看着门走着瞧 怎么样 有驴 站过老子 当骑驴 有驴 倒驴不倒架 有驴 卸墨沙驴 人家千驴我拔绝 那这个像人的名字有驴子 小驴名字就叫你 哎呦我的妈 我都千驴即穷了 哎呦对 千驴即穷 好好好 还有妈姐妹 下面的节目好 你小时候六十个孩子 六十个 六十个孩子 拿着六十个话筒 没错 这个毛驴就给我输了 喂 我经理啊 怎么啦这是 你非把我坐在驴镇里去啊 我这是第一次高板会 我求求您了 您总不信话 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倒吧 经理 这个节目 无论如何 不能再加驴了 不是你这是酷的 我算了 我算了 道远 我话子说在这儿 咱见诸实践不畅 我还得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 可久 行了 打这儿以后 咱不能说咱赞住了 就不讲理 就不尊重艺术 就不假律了 让那律字不准听 这这个律字 道远咱对不起您了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说 六十个孩子 六十个孩子 好想关注好想关注 一转身 真像天边的绿洲 不改了就这样了 难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说六十个孩子 跑想关注一转身 能不能没人后头啊 嫁个小一半 嗯 这个九十年代啊 不管是男女老少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喜欢唱歌 这也是时代的特点 你看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唱歌 尤其唱影视歌曲 哎呦 我是您的知音啊 真的啊 我最爱听了 哎呦那太好了 那我要是在这儿唱几个电影 继续唱歌 你能知道我唱的歌什么名字吗 没问题 只要您这个牛嘴子一张 哦 马上我就 不是说 好 不是 牛群同志先生大哥兄长的嘴一张 哦 这是什么这儿 哦 我这牛嘴一张 不是就是牛哥 牛哥嘴 你这缝耳的 就听出来了 你这话不大吗 这叫实事求是 我今天唱这歌啊 嗯 我就让你 不知道 哦 哎 哎 不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个 美丽的传说 你跳着它 我天干嘛 你跳着它 我天干嘛 这边牵个驴 那边领个牛 什么的 你这狂了你 我再看一段 你要是能知道我当场我扔进去 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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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阿青 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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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 我是 哦 这是他演的 你 撞到箱口上了 啊 你这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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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大 drink 重点 那你這狗 你 prey 我 能够 自己 化 entered ikka 我 tenho 彼 我 大山 河 張東哥 趙子也記住了 這就是義工大戰 四三四郎